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我们30分钟一起掌握新闻时事焦点 6月是毕业季 我们就想到刚踏出学校的毕业生 是不是还是跟前两年一样 怎么样就受到疫情有所影响呢 因为过去这两三年下来听到 有些人因此失去工作 换了工作 那么市场的供需 人才的流动 应该又会有新的变化 会不会抢工作更为激烈呢 其实这谈的就是失业率或就业率 当然这些数据我们也都知道 会算进政府的经济表现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中国大陆 宣誓要稳经济保就业 究竟如何来因应冲击 在过去节目当中也都有出几道特别河 我们中央社助上海记者吴博伟 联系的时候都有谈到一些 那么也知道从三月底 上海封控以后呢 我们看到第一季跟四月的经济数据 并不是很理想 那么官方也记出多项刺激经济政策 也罕见开了万人的电话会议 也跟外商有些对话 动作频频哦 这个积极振兴经济不在话下 那么官方是有力道 可能还会持续吗 今天我们继续从上海解封之后 来看最新的一些经济数据 跟官方所采取的因应做法 我们继续连线吴博伟 来谈他的第一手采访观察 非常欢迎博伟你好 非常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博伟 上海分区解封 在半个月前我们连线的时候 你说已经能够外出采访了 观察一些商店营业跟著名的 一些游乐设施跟景点 也都部分对外开放 但是有些人有限制 现在就是六月底 也是刚开始上海官方说的 预定全面解封的时间 看来应该是可以达到 这个动态清零预定目标了 六月一号开始 上海就取消企业复工 复产的审批制度 所以应该是加速 让企业能够复工 我们现在要关注是台商的部分 他们是不是已经几乎是复工复试 这个情况如何呢 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工业企业 他们可能五月多的时候就有一些 可以开始逐步复工的这样的情形 那一直到了六月一号正式全面解封了部分的防疫管制的一些规定 有再度放宽之后 其实这整个复工跟复试数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大概这一两个礼拜看起来的话 他们基本上可能都已经到达可能八九成那种复工的情形 甚至说可能一些比较我们说所谓餐营业 或者说一些零售业的这些企业台商 他们也基本上来说 已经完成正常这样子营业跟这样的那种商业的活动 但是这个所谓的回复的差不多 就是说大家已经也可以开始正常的生产 你的缘故已经可以正常的回到岗位上去工作 然后你的现实单或什么样的做法 可能都相对是比较稳定一点 但是你的整个企业 比如说你的上下游的工作厂商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辅工 或者说整个产业店是不是有真的回到疫情之前的情况 甚至说整个市场原本对你的这些需求 它是不是有回到原本疫情之前的情况 我们看到的状况是都还没有到 回复不到正常的疫情之前的情况 所以也有一些企业他们有台商会反映说 他们虽然说他们自己本身的工厂复工了 他们可能上游还没有完全复工 造成说他们的一些人要取得不变 那取得不变的话就变成说 他们本来的产能可能就会下降 那他们如果说原本这些客户的单 他们在过去两个月内 可能就因为客户的罵生产 所以客户可能就转单 其实在很多台商 他们其实也都是面临到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更不要说像一些零售业的台商 或者是那种餐饮业的台商 他们可能在疫情间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冲击是更大 那也有听到有一些台商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就把一些零售餐饮的一些店面就射掉了 好 谢谢博伟你的观察 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 我们的台商有100多万名 是常住在中国大陆 上海定居的台商 估算可能有70万左右 可能是制造业或是服务业都有 要马上回到疫情前 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他们保守估计可能要几个月 需要到一季吗 那就太久了吧 对 因为其实他们都有反应过 就是在过去两个月封控的期间的时候 其实相对的你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 原因是因为你在封控期间 你可能比如说一些租金的支出 或者说因为你本来就没有经营 没有营业的那样子 所以你不会有一些相关的成本支出 可是你到了疫情结束之后 也就是6月1号开始解封之后 今天马上就面临到很多的一些成本的开始 尤其是如果你开始要 回复这场营运的时候 不管说你的出金啊 你的原物料这些成本都要开始支出 那可能有一些企业 他们可能在过去一两个月内的时候 其实本来因为没有营业 所以就已经面临到财务上的一些压力 或者说本来的一些企业 可能原本的现金流就已经比较痴情一点 那在两个月的疫情期间 其实整个营业的情况是 或者说整个资金进出的情况是相对更严峻一点 那一旦解封之后你面临到这样大量的成本支出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企业他们就会受不了 所以我们有跟一些台商就聊到说 大家观察说真的要回复到比较正常的状况 或者说企业要比较正常营运的一个情况 可能至少要规划个三到四个月的这样的所谓的财务计划 也就是他们都会评估说 都还要再到八九月的时间才会比较好一点 到时候的话其实整个情况才会比较明朗一点 那也有台商会反映说 其实未来这两三个月内 可能是外门的荡草 或者说大家必须要再去做一些转型 甚至说可能有一些 企业真的会撑不过这样的一个时间 就是说其实解封之后 真正的挑战才会开始 因为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 整个市场的样貌 或整个你的营运的方式 都会受到很大的改变 那你无法办法再 透过你自己的一些 企业上的一些营运的调整 或者说一些资讯的安排 度过这段时间 反而就变得是 接下来台商他们可能比较 需要去面对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台商真的很辛苦 希望他们能够度过 希望这个冲击不要太大 好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台商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是 外商投资这一块 因为其实我们留意到 包括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的 防疫的措施 跟一些国家是不太一样的 像中国大陆是相对严格的很多 那台湾在这波 Omicron的反控当中 我们是慢慢的与这个病毒共存 希望能够走向流感化 但是这个边境管制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外商投资 也应该是反映在中国大陆的官方 所公布的数据 那有没有衰退或比较保守的情况 如果从数据上观察呢 因为在台湾也有看到 好像美国驻中国大陆大使 博恩斯就说防疫的措施 可能对投资 他们会看得比较悲观一点 甚至会觉得说 这个防疫的时间 动态清理时间是不是会拉长 哇那对他们来说 时间就是金钱 那怎么办 在中国大陆那边 你所观察到的 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来留意 就是未来外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是不是会比较保守一些呢 对因为我们以最新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数据来说 就是说大概在前几天的时候 泛海的海关 公布了他们 今年前五个月的 金出口贸易的一个贸易额 金额可能是上涨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看到了 外商企业的这样的 金出口的额度呢 其实是下降 是年降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反映出的是说 其实这些的外商们 他们可能在尤其上 过去两个多月的 一个风控的一个情形 他们是受到 其实蛮大的压力 那他们可能会必须要去 重新布局他们的一些 投资的高地啊 或者说他们的那个幅度 或者说规模 那所以这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 就是在风控期间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蛮多的 在中国的这些外商的一些 联合会啊团体 其实陆续都有一些 发言 那包括像最有名的 可能大家都知道说 美国商会这边 其实有一直在提到说 上海风控期间 对整个投资环境 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会影响到一些 企业的投资的意愿 那甚至影响到 未来的一些布局 那另外的话 就是像是欧盟的商会 其实在风控期间 也有发表类似的看法 跟一些发言 还有白皮书 就是有提到 类似这样子的情形 特别是说 我们可能看到说 像过去两个月 到现在为止 可能一些的 港口的 或计的这种 进出的这种方式 这种规范 其实都还是相对 比较严格一点 所以外商们 也会在考虑说 那我是不是要 重新布局 是不是要重新 调整我的这些分配 然后尽量在 不要造成 我自己本身 企业经营的一些 压力跟影响 的情形之下 维持我这样 企业的一些 所以其实我相信 在过去两三个月内 这些企业们 这些外商们 他们其实都有 再重新的思考 或重新布局 那当然不会说 就是说 因为上海封控 所以我就完全都 不投资中国了 其实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他们会要 怎么去调整 其实我们也看到说 可能陆续 大家还是有 做一些重新的一些 分配 但只是说 可能到底这些事情 是不是短期内 就是说可能 在这两个月封控之后 现在解封之后 大家会不会 也觉得说 其实上海的中华 现在恢复到 正常的情形之后 就比较没有 那么大的压力之后 那整个数据 可能比如说 六月七月 这数据就慢慢的 不回来也不一定 但是我相信 在过去的 在封控的两个月内 其实对于 这些外资来说 他们的投资 或他们的那些 规划 他们或许可能 比如他们拟定 下半年一些 投资计划的时候 就会把对于 这样子的内容 或这样子的 东西考虑进去 因为以前大家都 不觉得说 上海会封 上海会用这种 比较高压的方式 去管理 但是既然都有遇到 那就代表说 这个可能是 存在的一个 投资的风险 外交部就举出 这样的数据 就中国大陆 前五月 像美国 对中国大陆投资 还是有成长了 是增加了 27.1% 那么韩国呢 这个幅度 还蛮高的是 成长52.8% 至于德国是 21.4% 看来好像 并没有受到 疫情影响 不过就 诚如 博文所观察的 其实 这是一到五月 那六月份之后 会怎么样 那经过这一波的 动态清零的政策 特别在各省市 可能反反复复的疫情 中国大陆 又会怎么样 来封控 那么接下来 就来看 刚才我们听到说 台商对 恢复疫情前的情况 看法比较 保守 那外商对 未来投资 中国也比较审慎 所以刺激 内需也就是 拉抬这个经济火车头 就是房屋买气 是不是呢 也正 酝酿要加温呢 这个是不是 有些讯息 或政策 已经可以 老实说 他们也在做预告呢 有吗 对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今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的表现 就是大家都说 所谓是趋缓 下行这样的一个情形 加上说 就包括像是疫情 或说甚至我们提到说 前面从2020年开始 比较严格的一些 对于企业的一些 经管 其实都对于这样子的 发展其实并不是那么的 正面 或说并不是那么的有利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说 可能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 中国的 从官方到地方的政府 其实都有陆陆续续 释出一些松绑房地产 管监管的一些讯息 那甚至说 可能就一些政策去鼓励 企业 或说你这些比较 又体质优良的一些 房地产企业 可以投入一些土地开发 或者房地产建设的 这些工作 那也会用这些政策 去鼓励多民众 比如说你的贷款 或说你的这些 山海的父母 那你可能在买房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比较 多的一些优惠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这半年或这几月以来 其实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政策不断不断被端出来 其实就是在鼓励大家 说你在投入房地产市场 不管说是买房 或者说你这些 企业去做一些 更多的建设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带用整个经济的发展 跟市场的活络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说 虽然说你有这些政策下达 但是实际上 他都有办法鼓励到 一般的民众 或说有购房需求的民众 真的因为看你这样的政策 他就会去买房 其实这都还是一个 答案一个问号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不管说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些分析 或是说一些 舆论的评论认为说 其实这种在短时间内 其他的那个影响 或是他整个对于市场的刺激 其实还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已经大概经历了 一年多的一个 比较严格的一些监管 然后比较高压的去管制 那整个有些企业的一些 营运的状况 因为在这样子的管制 监管之下 其实变得比较辛苦一点 那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 你要说真的通过这样 所谓的政策强新增 去让原本说要打击的 这个市场行业的规模 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回复 我觉得其实多少都一定会有 就是因为你的政策 其实已经放宽了 可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就是真的能够 刺激到这些 有需求的民众去购房 或是这些企业能够去 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建设 我觉得这些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那其实这个也都会再回到 我们刚刚前面讲 其实在经历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其实都还会在观望 如果我其实投资下去之后 接下来又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的时候 反而我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 或者说我这个投资 又会受到更大的一些压力 那我是不是在观察一段时间 看来说是不是整个市场 是正稳定下来了 那整个政府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就往这个方向去实行 那如果这个东西看起来 看似如果整个市场是稳定下来的话 那或许接下来大家的 不管说购房的意愿 或是说一些投资房地产的意愿 其实就会相对的比较高 或比较好一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都还是要在观察 那的确现在对于房地产市场 或者说对于这些投资的鼓励 真的是有慢慢的看到说 有不断的端出来 只是说政策强行 到底能够对于这个市场 对于这个产业 刺激到什么样的地步 其实都还是要在观察 对对对 博伟这样提 我想大家也可以再去回想 就是说严格监管的那个时候 那现在又要刺激 表示说严格监管 这个时间点大概已经过了 那现在反而是要来刺激买气的 这个是内需的这个部分 好我想谈到这个防疫政策影响了 经济发展各国截然 但中国大陆采取 相对比较严格的动态精灵 能不能够有效管控 到底要付出多少成本 我想这是外界 还会持续在观察的焦点 稍后节目后半间 对我们要谈的是 如何来保就业 我想这个问题 也是蛮严峻的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今天的新闻 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聊安居 节目持续连线 人在上海的中央社助上海记者吴博伟 我们接下来谈的是 有关保就业的问题 过去节目当中也有触及到 就是如何让年轻人充分就业 这是中国大陆所关注的 事实上其实谈到台湾 台湾的失业率在去年的时候 一整年大概是3.64 那么今年的第一季失业率是3.64% 那么在五月份的失业率是3.68% 但年轻人的失业率是比较高的 20到24岁 像以三月份来看 失业率竟然高达12.48% 那中国大陆又是怎么样了 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高学历 因为我们的大专学历的将近十年前的统计 就已经高达了6成6 那么20岁正在就读大专也有7成3 这个都比像日本韩国 这个高出很多 那十年来我们增加的大专以上学历 就有200多万人 但中国大陆今年就有1000万个大学生要进入职场 那么之前谈过官方是鼓励民间来雇佣 他们现在好像又有开出新的职缺了 是来自哪里呢 博伟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 中国大陆如何想方设法他们的用语 让这个保就业达到他们预定的目标 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之前 他们中国大陆政府这边的一些 保救的政策 他会其实就像莱利姐讲 他是鼓励民间的这些企业说 你可以去聘用这些大学毕业生 那我政府这边给你们一些可能 政策上的补助 政策上的支持 不管说是减税减费这样的一些支持 或者说鼓励你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大学毕业生你们可能去创业 那这边的话你们的一些贷款的话 政府这边给你们一些支持 那这其实是比较从民间的一些角度 或者说民间的方向去出发的 那我们其实最近也看到的是 中国政府他们从中央的这一块 其实也开始的有一些进一步一些政策 那政府如何带头去保救 其实我们看到最快的方法就是增加公务员的任用人数 或者说增加政府的这些雇员的这些原额 所以其实最近其实越来越多看到 中国很多地方政府 他们可能原本去年底开始 因为可能一些各式原因有人说可能是因为 地方财政压力比较大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原因 那有暂停的所谓公务员招考的这样一个情形 或者说说疫情原因 而以后的这些招考的情形 在最近的人都已经从而执行 那去雇佣 就或者去招聘这些大学毕业生 进入政府部门 那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的是说 除了原本这些原额之外 也就是刚刚听到说 在政府的某些失业单位里面的一些雇员 其实是增加了这些任用的名额 但是这些大学毕业生能够进到政府来工作 他们所以说临时性的这些职权 那做政策性的这样子职权 那吸纳这些大学毕业生进来 这其实都是所谓的保障的一些政策或一些方式 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中央到地方 然后到明天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些政策的方式 去尽量去吸纳这可能 我们说千万的这些一页生的就业大军 他们进到市场来之后 他们到底能不能有比较好些工作 或是他们能够找到你自己理想的一些工作 其实看到最近已经看到很多大学在办毕业典礼 然后很多人很多大学生已经要进入市场了 所以这是一个不断的进行的一个过程中 未来的几个礼拜后呢 或者说未来的两个月内 都还是可以看到新的一些政策被颁布 就是说到底怎么去稳定这些就业 或者说这些大学生 他们有没有办法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条件 去跟人家谈就业的机会 而不是只是说我们所谓的这样子 在市场上不断的流浪 然后拉到这样的失业率 因为其实失业一旦上升 对于政府来说 其实这也会是一个压力 对 博伟 那他们的失业率有多高 像我刚刚说台湾的这个清点失业率有两位数 那他们的整体失业率是多少 那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吗 要不然政府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的在意的 对 因为其实中国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 就是他们的5月的整个全国城镇的失业率是大概5.9%左右 其实比台湾来说是高 那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他们这边的range 其实压在16岁到24岁之前 这个range的失业率其实到了18.4% 因为再相对于其他的可能各年龄层的失业率 就是相较于4月来说 5月的各年龄层的失业率好像都有在下降的过程中 反而是16到24岁这样的一个失业率是上升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压力或说这一块其实就是中国 或是现阶段造成整个中国失业率上升 一个最大的一个压力的来源跟一个问题 那这些年轻人的失业 我们又会再延续到6月 也就是说6月是一个毕业季 这个失业率或这个数字 它会很快的反映到6月的数据上 也就是说如果6月你比如说 6月面对到这大量的这些求职者 这些毕业生可能22岁23岁 就刚好在这个认语的这个毕业生命 没有办法好好去引导他们进入一些 企业啊或者说你这些国家单位去就职的话 那我们可能在7月中 再看到这个6月的数字的时候 这个数字就会拉高 那数字一旦拉高 它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 或者对于整个市场的压力 整个政府的压力就会来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他们现在 有些像最近可能一两个月内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些政策 就是要尽量让这些一千多万的 这些大学高校毕业生们 就业的时候尽量能够说 他们离开学校到进入职场 这样的一个空窗期 让他们可以进入就是这样 尽快这样去做一些险间 避免说这个数字在这样的过程中 被拉高 那之后的话你可能必须要再 有更多的政策去引导 或政策去支持的时候 其实这对于政府 不管说是中央或地方的这些财政压力 其实就会相对会变得更大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现在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已经是非常的大了 对那如果你要再面临到 之后你可能要再用一些政策 引导的方式去降低这样的思维率 整个财政的压力 会在比现在更严峻一些 对谈到这个中国大陆财政的压力 也是很头疼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公务人员要经过考试 这样开缺出来 好多的一些可以捧这个铁饭碗的机会 但是中国大陆是不是已经陷入两难 因为看到好像中国大陆的公务人员 也要解薪了 那是先求有再求好吧 我想就是面临经济可能有一些受到打击 在之前包括不管是中国大陆 还有很多国家 在面临这个经济比较萧条的时候呢 都会有公务人员解释一下 新加坡就是了 这是过去的一些经验 我们举个例子了 所以或许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 但是也显现出来 中国大陆在处理要稳增长保就业 两个都必须要确保的时候该怎么做呢 好我想大家还是要努力去捧个放玩吧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这个防疫的政策 真的是因为中国大陆还是坚持要动态清零嘛 那上海现在算是解封了 但是像最近又看到 比如说在南方的这个深圳呢 又有这个疫情 那就开始又要核酸检测啦 企业可能又要配合这个防疫的政策 举个例子 像我们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在深圳 某些区呢 这几天呢 也就要这个升级扫码打卡跟通行码的措施 这在上海这两三个月下也是如此的 或许上海是解封了 但是有些政策呢 还是会让你觉得好像不是很自由自在可以出入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要出个区跟其他省市来对接 是不是好好的要研究 要实时关注各个地方的这个疫情 否则就好像被隔离又会被困住的感觉 这个部分你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上海现在虽然说已经解封了 但是其实对于上海来说 你的解封是整个上海内部的一些解封 你可以看到可能比如上海的各地区自由的移动 但是呢 但你要离开上海市 你可能到其他的省份 其他的城市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城市 还是有一些 所以他们当地的一些防疫的一些规定 而且这防疫规定可能是特别针对上海来的人 上海的旅居上海的这些人的一些防疫的规定 而且因为这是每个城市每个省份 他们多少都有不一样的一些规定 所以变成说很多你去上海的人 他们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必须要去出差 或是他们一些工作关系 他们要跟一些城市的人对接的时候 或是我要去那边出差的时候 我就要先研究说 他们这里的防疫政策是怎么样 他会不会我今天去那边做 我反而要被隔离 那这样的话 那我干嘛还要花这时间 我不如就在线上把这些事情处理完就好 所以其实最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不管说台汽的台山啊台干啊 其实大家都有聊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反而现在要离开上海的时候 都要先研究一下说他们要去的城市 或是他们会途径的一些城市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严格的 对于上海来的人的一些防疫的措施 那他们也很怕说 要是没有研究透彻 那搞不好你去恰个功了 就突然莫名其妙地被隔离 或者说面对到一些比较严格的这些防疫的措施 那特别说像有的城市 我们看到说有的城市 他又在把上海的情况又在区分 比如说你是海南区的人 因为上海有16个区 你面对到的那个防疫或隔离的政策 会跟其他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就变成很多上海的很大的困扰 就是说你要去好好研究 到底你受到的这些限制 或说受到这些地方政府的这些防疫政策 到底是它细化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你会不会是在这样子很细化的过程中 你不小心就踩到所谓的防疫的红线 我听到就是觉得非常的复杂 一定要仔细的研究 不过你可能要到某一个目的地 在中间就被卡住了 你可能就被隔离了 你可能就出不去了 但是中国大陆就是因为有多个省市 浮原如此的辽阔 那每个地方的疫情又不一样 一小块的地区有了疫情 赶快动态清零 那在那个地方又有疫情 又赶快动态清零 听起来会有点 哇真的要有耐心 有点没完没了 但希望这个疫情还是能够划算据点 然后这是大家的期待 否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光是民众的行的不是很方便 那又怎么寄望 外商的投资他们会觉得不会有太多困扰 好 这封城两个月的上海在六月全面解封 那看到一些数据或许最新的可能会比四月份好一些 但是显然要回到疫情前呢 包括台商或外商 他们可能还是比较保守来看待 因为我们也透过博伟来告诉我们 中国大陆保救业还有振兴房市政策会持续来推出 就可以知道中国大陆的官方对这个有多么的积极 在刺激他们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究竟动态清零政策会持续多久 否则疫情反反复复 真的多少还是都会受到影响 非常谢谢中央社助上海记者吴博伟 今天带来这些焦点的第一手采访观察 非常谢谢博伟 谢谢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个IG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的朋友时间 观众再会